马来西亚芙蓉慈祭志工参与法辟如水 金藏演绎 但是因为联络处的场地太小 大家都很着急 赶紧去找适合铺放地标的场地 终于找到了一间学校的篮球场 作为模拟舞台的场地练习 要找到能够容纳150位陆金藏志工的场地不容易 志工们四处拜访 勘查 终于找到一间小学的篮球场 作为法辟如水 金藏演绎模拟舞台的场地 志工也把回收的广告部缝制成地标 铺在地上 贴上号码牌 就可以让入金藏的志工正式踏在模拟舞台上 这次我们的这个地标 我们是用这个环保 用过了的这个广告部来缝制的 可以在各区块站好它的位置 所以他们也更加明白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可以就是带动到很多人来 入金藏 有了适合了场地 入金藏志工的脚步更加稳定 信心也增加 该新闻黄秀珍 陆爱莲 李新伦 马来西亚报道